謝謝主席 是不是麻煩有請內政部華次長 請華次長 然後財政部許部長 財政部許部長 還有國有財產署徵署長 國有財產署徵署長請 三位 黃偉好 部長好 次長好 第一個問題先請教華次長 我想辦理社會住宅這件事情 可以說是實現新生代的居住正義 非常的重要 我個人跟時代力量都全力支持 但是我們很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之前大概非常多的中央或地方首長 都開過社會住宅的政策 但是重要的是在具體的落實面上面 那我先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蔡英文總統在國慶的時候 他宣告四年八萬 八年二十萬 這個政策目標 次長有沒有信心達成 法委員我會盡力達成 好 你在剛上任的時候 你在受訪的時候 你拋出一個很大的計畫 就是在基隆河 河谷廊道大開發 那希望從基隆到汐止那邊 八堵 七堵 五堵那邊 能夠進行整體的開發 同時包括社會住宅 那這個構想現在開始實踐了沒有 法委員這目前其實是在跟國發會做非常初步的討論而已 並沒有還沒有落到實際上的空間規劃底下 那次長你當初拋這個東西出來 我相信生活在那個地帶的人 大家期待很高 因為本來都是貨櫃廠 那如果說真的能夠做這樣子有效的開發的話 我相信不管是對當地的發展 還是對社會住宅這個目標的達成都會很有幫助 那我希望次長做的事情是說 既然已經拋出了這個政策方向 就不要只是停留在初步規劃的階段 因為我不希望說過了三年以後 我們在這邊見面 你還是跟我講說 我們目前還在進行初步規劃 這個就會牽涉到落實上的問題 所以部長 次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不管這個計畫可不可行 內政部這邊一定會加速推動辦理 我想我們會認真的面對這個專案 那也會跟新北市基隆市政府 還有國發會做進一步的溝通 好 那在推動這個專案的過程當中 我再拜託內政部的同仁 不管跟國發會 還是新北市基隆市政府 討論規劃的結果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隨時讓我知道 是 好 謝謝 那個次長你可以先請回 第二個 來來來 那個先請國有財產署的署長 這個事情我追了很久 那案子我要不然就不開始追 我一旦開始追沒有答案以前 我不會停止 當初你們把20.6公頃的土地 撥給遠雄 說要在苗栗那邊去蓋醫院 那後來我們質詢的發現是說 你們一口氣波太多 是一二三期 事實上蓋醫院的只有第一期 那第一期你們也承諾我說 你們會回去確定 他到底第一期需要的用地是多大 用地在哪裡 要去調整租約 我現在最簡單的第一個問題 租約調整了沒有 報告委員 當時委員關注之後 我們試著去想拿到一些資料 那後來我們從苗栗縣核准的建造裡面 得到的是 他的建造的面積是 差不多10.6公頃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7月14號先調整了 那不過衛福部後續給我們得說 他整個樓地板面積只核准了大概 八萬一千多平方米 那如果按照建幣率60的話 事實上可能還不需要到10公頃 那我們也請衛福部還是要提供 整個第一期核定的基地的面積 跟座肉的位置 那國產署這邊會配合來做租約的調整 我翻成白文講比較清楚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地下一層 因為你現在是樓地板面積 地下一層最大的也才1.6公頃 那為什麼需要10.6公頃 這個決定是誰做的 是我們依照他的那個建造的部分 那後來我們發現建造是 裡面的建造是一共核准的三期 所以後續咧我們在今年到 我現在先只講第一期醫院 到底需要多大的基地面積 這件事情確定沒有 還沒有確定 因為衛福部沒有給我們基地的位置 我的天啊從我們開始討論這件事到現在 我想超過半年有了吧 現在是衛福部不給你答案是不是 是 來 部長 你們國有財產署的同仁一直去追這件事情 結果去問衛福部衛福部相應不理 部長你打算怎麼辦 我會利用院會和其他開會時間 你在院會的時候直接跟院長提好 我補不好 因為這個事情齁 我追了好幾個月了 你們國有財產署的同仁很認真啊 想要趕快去調整租約啊 結果他們現在連這個醫院 要蓋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署導你現在知道他那個核准的建造 要蓋在什麼地方嗎 報告委員不曉得只是標了說是在兩筆土地 那兩筆土地加起來是10公頃 不是啊 拿我們的國有土地齁 去做公共有益於全民的事情使用 我相信本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會贊成都會支持 苗栗這邊需要醫院 我們大家也都會支持 但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這個案子從一開始到現在 從本來20.6公頃 後來講10公頃 後來發現10公頃又太多 結果我們到今天連 他打算要在哪裡蓋醫院的確切的位置都搞不清楚 導致財政部的國有財產署連租約調整 到目前為止都做不到 署長我這樣講對不對 是的 不是那這樣子是不是衛福部一天不回復 所以租約就一天沒辦法調整 那個跟委員報告 我下午啊回去以後啊 就直接打電話給衛福部部長 好 部長怎麼回覆你的 那個請許部長你告訴我 我會去衛武漢委員會追這件事情 太離譜了啊 過去如果有人在協助趙騰雄進行不法的圈遞 你們該追究責任的就要追究 那不管是在衛福部裡還是在財政部裡 我追了幾個月我可以持平來講 你們國庫署的同仁沒有什麼太大的責任 因為全部都是按照衛福部來的公文去辦的 那但是問題是現在卡在我們的衛福部 連一個答案都不給 連租約都沒有辦法調整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接受啊 這樣子把國有的土地隨便圈給財團 然後到現在連調整啊都有困難 來第二個問題 新北市金山有很多漂亮的沙灘嘛 其中有一塊你們之前租給了救國團 這個救國團的租約什麼時候終止 來請書長 報告委員因為他的租約還沒有到期 不過他已經表示要雙方合議終止 那我們現在正在 沒有沒有現在我在講的是救國團喔 你們到102年的時候朱約有沒有到期 你們帳面寫的喔 是朱祁已於102年10月31日借滿 那個是翡翠灣不是救國團的 等一下齁 本署基隆辦事柱查報 中國青年救國團原陳朱之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有自然沙灘朱祁已於102年10月31日要借滿 署長這個是你的會議紀錄 我應該沒看錯吧 這個是不是救國團的 是 是救國團的嘛 2013年朱祁就借滿了 現在東西拿回來沒有 我們現在要求他把第三物拆除 那也要求同仁說第三物拆除的部分 對我了解 現在我非常困惑的問題 是今年是2016年嘛 是 2013年朱祁就借滿了 過去這三年發生了什麼事 縱容他繼續非法佔有使用嗎 我現在只很具體的講 朱祁借滿了以後 國有財產署採取過什麼行動 要把這塊地拿回來 因為你說朱祁已經借滿了 到三年地都還沒有拿回來 這件事情有一點太離譜了 署長我這樣講不曉得您贊不贊成 是包括委員 因為後來舊國團有來續租 在102年有來續租 但是續租這個過程當中 也就是以前大家都認為 這個租地的租金率太低了 所以後來 你租給他多少錢 那時候是有打 按照公告地價的部分 是有打6折 就是給他的這個5%再打6折 是不是一年大概 是不是大概一個月的租金 一年還是一個月95千多塊 應該不只啦 應該不只啦 後來就是因為我們調整了這個 就是舊國團不再給他租金優惠了嘛 所以現在舊國團不租了 也不辦續租 所以我們要求他緩還 那目前要求他現有的設施物拆除 什麼時候可以要回來 應該同仁這邊會 我們會要求一定在今年之前 我們把它收回來 來 署長你回去查一下那個租約 我現在手上看到的租約 是從2011年開始 從2008年12月開始 每月租金金額9505元 這個是我手上有的租約 對不對齁 你可以回去查資料 但是署長 你可不可以承諾我這件事情 這個美麗的沙灘 按照我們目前海岸管理法的規定 事實上是要開放給全民的嘛 那這種非法佔有的土地 是不是應該要趕快把它拿回來 是 報告委員 我們就是要把它收回來 那有跟新北市跟北海岸管理處協商 是不是由他們來接管 那他們現在兩個單位目前是還沒有使用 還沒有使用就由國產署這些 沒有關係啊 接管的部分 怎麼樣活化使用 怎麼樣把沙灘還給每一位國民 讓大家都可以去清淨那些沙灘 我相信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但是國有財產署 該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該收回來就趕快收回來 是這樣好不好 是 OK 謝謝